花林市公所办理的2020小城生活 来去菜奇亚系列活动 从6月份开始陆续的登场 7号首先办理的就是 跟厨师一起逛菜市场的体验活动 是由鼎原的主厨邓嘉宜 带领大家前往中华市场 体会厨艺职人 走访传统市场的采购哲学 花林市公所办理的2020小城生活 来去菜奇亚系列活动 7号首先举办的是 跟厨师一起逛菜市场的体验活动 一大早由主厨邓嘉宜 带领着25位参与民众 来到中华市场采买当日的新鲜食材 每个人佩戴上导览机 跟随着主厨脚步 认识食材的采购哲学 在买完料理食材之后 一行人回到了餐厅进入厨房 由邓主厨带领大家准备八道菜色 一路从食材处理 一道道料理佳肴 让参与的民众收获满满 他就是介绍我们那个中华市场 新鲜的食材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店家也有请我们试吃 小朋友都吃得很开心 你觉得这个活动棒不棒? 棒 他刚刚有自己做那个冷盘沙拉 最主要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民众了解到 市场有些好玩有趣的事物 那很多的餐厅的料理 都是从市场里面取得而来 那我们也跟顶员 统子鸡餐厅 邓家宜主厨来做相关的合作 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合作 让民众了解到 新鲜的食材 第一个时间 马上可以做成非常好吃 精美的料理 那自己在家里面 也可以这样来制作 不只是帮到市场 也可以帮到餐厅 更可以帮到自己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 也非常有趣 那有兴趣的民众 也可以持续来关注 我们花园市公所的脸书 还有我们相关的网站 还有非常多的提示 值得大家一起来报名 一起来游玩 今天所带来的八道菜色 包括了汤阿鸡 盐烤台湾雕 丝瓜焖蛤蜊 冬瓜鸡汤等等 都是利用当季蔬菜水果来入菜 但主厨一边向学员讲解步骤 一边大展身手 陆续将食材放进炒锅当中 发出知识作响 阵阵香味扑比而来 让民众可以透过味觉 视觉和听觉 从市场到餐桌 完整认识到制作料理的小配布 记得徐丽琴 花莲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